哈喽大家好,我是伊丽小马 之前我发过一期视频 就是关于我们的亲日和一个老太太 然后做手工的 纯手工的羊杂牛杂的一个视频 然后呢,就很多人就私信我 说他们想采购些这样的东西 我说一两个的话 就小马也不是不跑了吧 因为确实比较费事 很多人要,那我就今天再来看一遍 他一般的包括什么牛杂 包括什么牛蹄筋 牛舌,牛头肉,牛肠 还有啥,就大概就一样吧 他把那个就挺细化,牛眼睛也有 但是这个直观说好像 说的一点不太好是吧 羊杂的话有羊肚,羊头肉,羊蹄子 还有羊肠嘛那些东西应该也都有呢 这个东西之所以就他们想要 这些东西的原因可能是他们那边 不是很方便收到这种 就纯手工的东西 然后呢,也可能是因为 里面这个牛和羊是本身就是 比较有优势吧,加上纯手工 所以他们想要,可能很多人 就是为了年轻给他们去备货 这样去做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今天就是刚给他们来去采购点 这个地方,老太太的那个羊杂牛杂手工店 他们家生的,不是熟的 哪会需要自己加工收拾呢 收拾,收拾干净,洗干净的 咱们过去看看啊,给你拍点照片 看这他们今天准备的货 这个到处都发呢 这他们今天准备给人配货呢 大家看一下,这是羊头,羊头有大有小 他们中间这样批开的 然后就装好装 这是羊肚子,羊肚子一样大 有大有小,就是大的一个价格,小的一个价格 这是牛肚子 这也是羊头 这羊蹄子,羊蹄子一样大有小 就价格不太一样 牛蹄筋,那是牛肚子 这是啥 牛头肉 然后那是牛肚子 就是牛肠,牛肠特别好吃 看到没有,你看这就是洗的很干净的些 那是黑肺子 东西都有呢,他们天天这样发货的呢 其实牛肚子他们也可以那样子 就是割开之后,那封开呗 是吧 价格也都不一样 然后你们先看一下,这都是纯手工的 不是烧简烧出来的啊,都不一样这些东西 牛肠子 牛肠子,小吃们最爱牛肠子 看都有 香巴从那边出来了 出来之后要吃点东西,喝了两天了 刚刚看那个羊头 太惨了,咱们吃个羊头吧 这小时条街啊 小马小时条长大的 吃个羊头 这个年轻需要这个那个啥的啊 需要这些东西的套车 赶紧点小马,小马给你们坐三天 需要备货啊这样的东西,你跟我说 我吃个羊头吧 需要可以加入微信套车 哎老板,羊头大刹 你给几天大刹钱 来 来 来 我正把你饿了 吃两个肉,有没有好好吃啊 嗯 好吃 鲜肥啊,吃肉没事 嗯 好吃 我来 我来羊头好了,看见没有 它切碎了啊 羊,羊,羊,舌头,撒到油 我们开始了啊 辣子醋,对上 我要了一个小囊,咱们加上吃,应该更过瘾 辣子醋来吧 哇,羊舌看见 嗯 嗯 嗯 好吃 原味太贵了,我看 看 辣子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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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加好看 这三块,这羊肾饿了一块,所以这手工东西就是香,这样把它饶馅 和烧剑做的不一样 它就类似羊肠本身的,独有的味道 然后,也不会像烧剑超市的韧剑那么多 好吃 想吧,羊肠就做了三天 天哪,两眼睛 最爱 想这个东西,加微信 年轻,自己在家清水猪也行,报草也行 病年后嘛 完美的一天 我慢慢把它吃完 将来胃缩小的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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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